你在做题的时候呢 发现说你第一个或者是第七题 就是有关性欲跟这个勃起的部分的话 你已经打了勾的话 这两个勾只要打了一个勾 就代表说你已经潜在进入这个 男性更年期的这个情况了 其他的问题呢 你只要有达到 代表说 你有可能进入男性更年期了 大家好 我是七型高美泌尿科诊所 曾宾瑞医师 今天为大家讲的主题是 男性更年期 整个男性更年期的核心概念 搞固酮就是男性的荷尔蒙 他从我们在青春期之后呢 他就慢慢一直有大量的分泌 其实男生发生更年期的时候呢 并不是荷尔蒙全部都消失掉了 不是搞固酮消失了 而是呢 我们的荷尔蒙搞固酮呢 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减少 所以通常男生会在将近四岁左右 会慢慢进入所谓的更年期的情况 因为他不是 荷尔蒙瞬间消失的 他是一点一点的减少的 所以通常他的症状的表现呢 就是不会这么的立即 这么的急速 因为大家目前的饮食习惯 都是比较偏向于高热量的一些 高糖高油的一些饮食 还有一些像三系的一些盛行之后 让大家比较减少一些户外的运动 种种因素呢 让目前男性更年期呢 慢慢有往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有可能发生在四十岁以前 在人诊的诊间就碰得到这个情况了 这个问卷呢 他是由美国的 盛利路易大学 所设计的一个老年男性的 这个搞固酮地下的一个自我问卷表 第一个性欲降低 第二个感觉没有精神呢 第三个觉得体力和耐力变差了 第四个身高变矮 第五个觉得生活呢失去乐趣 第六个觉得会难过 脾气变得暴躁 第七个国旗呢 印度不佳 第八个运动的话呢 比较没有活力 第九个呢 晚餐之后就打瞌睡 第十个工作表现不佳 你在做题的时候呢 发现说你第一个或者是第七题 就是有关性欲跟这个国旗的部分的话 你已经打了勾的话 这两个勾只要打了一个勾 就代表说你已经潜在进入这个 男性更年期的这个情况了 其他的问题呢 你只要有打到三个勾的话 那就代表说 你有可能进入男性更年期了 除了这个问卷之外的话呢 在视觉心理学会也指出 如果说你本身有肥胖 你的腰围是超过九十公分 或是你的身体质量指数是大于24 基本上属于肥胖 或者是说你有第二期糖尿病的话呢 赶快去仔细评估一下 你是不是有第一搞固酮的这个情况 就是进入男性更年期的情况 第一个要控制体重 当你肥胖的时候呢 肥胖的这些脂肪细胞呢 会消耗掉你的搞固酮 会导致说你的搞固酮掉得非常快 你就很快会进入所有更年期 所以控制体重就变得非常重要 你必须从低盐 低有低热量饮食 去做一个左手 同时呢 还要搭配上一个规律的运动 强度都是以中度跟强度以上的一个运动为主 一周可能超过四天以上 那每一次都必须超过三十分钟以上 而且在运动过程中呢 你最好心跳能够超过一百三十 你在当下 如果你跟人家在讲话 说话是会有点微喘的情况下 强度才是够强的运动 透过一个规律的运动呢 消耗掉你的脂肪之后呢 会让你的搞固酮呢 比较不容易下降 甚至有可能会再制造新的搞固酮 另外的话呢 尽量不要熬夜 要睡足最好七到八个小时 11 12点之前要睡觉 因为脑下催堤 会分泌所谓的黄体激素 黄体激素会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 会大量分泌 黄体激素分泌不足之后 导致你的搞固酮呢 会比较显得不足 那另外的话呢 戒烟 不要这个酗酒也是非常重要 还有是要减压 压力荷姆其实跟搞固酮 两个是是成一个负相关的 所以当你的这个压力 一直长期过大的话呢 也会导致你的搞固酮呢 一直上不来 甚至会一直往下掉 根据这个视觉新学会的 治疗指引建议 都会使用这个所谓的 搞固酮的一个制剂 包含说有口符的 那也有这个 护抹的凝胶 或者是喷底的凝胶 或者是说注射的 第一个有关口符的这个部分 在口符搞固酮制剂里头 有一个叫做夹肌搞固酮 这是目前建法唯一给付的 那也是很多 我起功能障碍的一些成药 常常会带有这个成分 夹肌搞固酮本身呢 它是会有干毒性的 会不建议去做这个夹肌搞固酮使用 那最近是有一个叫做 它是经由这个淋巴体系进去的 一天就是使用两次 最好搭配高油脂的植物的话呢 会比较帮助吸收 目前的主流的话 都还是以这个 涂抹的凝胶 或者是说增肌为主 我们先讲这个涂抹的凝胶 它是有驴膊包的 或者是说有一个罐装的 驴膊包的话呢 一天只要涂一包 罐装的话就是压两个这个压饼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足够的浓度 一天只要涂一次就可以了 一般建议的最佳的涂抹的位置 就是两侧的这个肩膀跟上臂 前后都可以涂 然后另外还有腹部 肚脊植下的腹部 以及大腿裂侧 那不过一般来说 以上半身是为最佳 涂抹的时间的话呢 尽量就是每天固定时间 早晨的时间最佳 因为不同的分泌 在这个8点到11点是最佳 当然后来又衍生出一个 底子喷的一个凝胶 台湾有时候空气污染比较严重 喷之前最好 如果可以先清洁一下鼻子 那再喷可以增加它的吸收的一个效率 左右两边各喷一下 然后是再挤压一下呢 那就会帮助它的吸收 一天就是喷两次 早晚各一次 间隔6到8个小时 注射的方式呢 也是相当多人选择的方式 三个月打一针的这个长效期针剂 使用的这个安全性啊 或者是它的耐受性 也是相当的不错 当然在第一针施打之后呢 通常你在一个半月 到这个两个月期间的时候 你可以先做一个booster 一个加强 之后再每三个月打一针 另外的话呢 也有台制的一些所谓的这种 比较短效期的肌肉注射的针剂 这些针剂的话呢 通常它会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它的浓度起伏会比较高 所以它每天在你体内能够维持一个 固定的一个生理浓度的话呢 比较不容易 它也潜在 也容易产生红血球增生的这个情况 衍生了一些潜在的副作用的情况 这是必须特别注意的 其实除了稿固酮致剂之外呢 也有所谓一些非稿固酮的致剂 不过这些非稿固酮致剂 都属于非适应症的使用 研究显示说 它确实能够提高血液里头 这个稿固酮的浓度 因为样本数太少 而且它的时间一般都不到半年 所以一般来说在选择上面 还是建议使用以这个 稿固酮致剂的为主 世界心理学会指出 当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的稿固酮越高的时候 你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掉下来的这个幅度会越小 而且你掉下来的数据也会比较慢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趁年轻的时候把它养好 其实呢 新更年期呢 它不是那么可怕 它就是稿固酮缺乏的 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 寻求一个好的医师的一个咨询 然后了解说自己体内的一个 总稿固酮的一个数字 接受属于你本身 适合的搞不同字迹的一个使用 因为呢 在我们这个 在更新期之后 在这个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嗯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